深度學習系列之九 之三 深度學習分類模型可視化 然後這邊我們要介紹的是GradeCam這個技術 那GradeCam呢大家一樣可以透過 在我們DeepLearning Classification這個專案裡面的第四個 CNN的Vitualization裡面看到 我們有GradeCam這個章節 那在這邊我們一樣一開始 我們先載入ResNet50 並且載入T02這張影像 然後進行簡單的影像辨識 那我們可以得到這個影像辨識出來的結果是木兔 就是兔子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使用GradeCam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前面要擺的是我們的模型 以及我們的影像還有我們的Label 那這個Label呢就是我們標記的這個木兔的Label 那我們可以得到這個Map 然後我們可以加這個Map進行可視化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GradeCam的一個結果 OK 他認為的他這些區塊呢是符於 這個韓式呢就是使用GradeCam 然後給予你的模型你的影像還有你的Label即可 那這邊呢可以去調整它的一些參數值啦 就是說調整我這個覆蓋率等等的透明度等等 然後我們用ColorMap用Jet 然後用HotOff就可以去把這樣的影像顯示出來 那如果今天我是想要去看某一層的GradeCam呢 OK那我們在我們GradeCam的指令裡面呢 我們可以多加一個Property就是FutureLayer 那我們可以指定在我們的Net裡面的某一層Layer來指定他 看他這一層Layer的一個狀況是什麼樣子 OK 所以我們可以將這樣的影像去做一個顯示跟秀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影像 好那這個是我們的原始影像 這個是我們最深的Layer的影像 然後這是我們比較淺層的Layer影像 因此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呢來看說 我們在不同的Layer裡面可視化的結果是什麼樣子 例如說可能我們在比較淺的Layer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是比較多屬於這個頭部範圍的一些毛髮分布 耳朵等等一些狀況 好然後可能還包含一些嘴巴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去瞭解到我們的模型 在深層跟淺層裡面到底學了些什麼樣不同的一些特徵